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冲绳一千零一个故事 接下来的镜头要带您飞行到 距离台湾只有70分钟航程的冲绳 这个四季如春的小岛 有着碧海蓝天 人们生活悠闲 因此又被称作是东方夏威夷 它的黑糖举世文明外 还是个星光摇篮 引领流行文化的安氏奈美会 和心灵歌姬夏川丽美 都是冲绳出身 不过最大的特产 要算是出产人锐 冲绳被认定是 世界上最长寿的地方 平均年龄85岁 冲绳岛以外的黎岛 更是活到95岁以上 不老仙岛的秘诀 和饮食文化息息相关 经营剔透的海葡萄 就是长寿料理之一 不过待您品尝它之前 我们首先来感受 浪漫的海滨教堂婚礼 火红业力生命力旺盛的扶桑花 到处振放 正是象征着冲绳人的精神 尽管面积是台湾的十六分之一 明明可是涌近500万观光人潮 其中500公里长的海岸线 创造了最浪漫的观光材 正南天空下幸福的终身响起 沙滩旁的教堂里 传来祝福歌声 台湾来的新人面对着大海 在牧师证婚下完成终身大事 感动して やっぱり涙流される方法 正因为拥有美丽海洋 冲绳的海滨盖起 一座比一座优美的婚礼教堂 密度是全日本最高 整大面落地玻璃 让你一敞开门 就看到宽阔无尽的大海 几乎是浪漫的最佳权势 因此每年成功掳获 超过一万对新人来这边 Say Yes 沖縄的魅力是青海 青空的魅力 这地方是一番的魅力 香港和台湾 很多客人都来自来自 冲绳土地平级 大自然给了陆地最美的图画 时间则埋下最棒的礼物 进到地底六层楼深 这里是东南亚最大的中乳石洞 冲绳独特隆起的珊瑚礁 在三十万年漫长岁月中 创造了千姿百胎的石损 中乳石 全长五公里的御泉洞 到现在都还是进行式 因为它三十年就长高一公分 分分秒秒都在低落的水珠 形成地下浮流 清澈见底 还有鱼群悠游其中 在这么古老的中乳石洞里 有一个地方 他们特别一定要上锁 因为这锁住的是上千摩的酒 洞里恒温成了最棒的酒窖 镇上名人都会将著名的泡胜酒 存放在洞里 因此厂租也成了 御泉洞重要收入 平均光 海洋给了最大资源 南端的海滨盖起最昂贵的度假屋 一个晚上万元起跳 漫步在回廊 海风穿堂流过 浪头声耳边回荡 饶富禅宜的每一间房 都面对着浩瀚的太平洋 就连待在浴室 美景都不会错过 最完美的海岸线 还吸引各式各样海上活动 德海独厚的优势 造就了冲绳东方夏威夷的 迷人魅力 粒粒晶莹剔透 浑源饱满 冲绳人最喜欢把海葡萄 做成丼饭 点缀着鞍唇淡加上山药泥 像极了海天一色 这个来自大海的产物 有咸味 眉腥味 QQ的口感在嘴里弹跳 因此又有植物鱼子酱的美誉 是当地人最爱 也最常吃的藻类 放眼望去上百坪的温室里 一池一池装的都是海洋深层水 随手一捞可都是养生密码 海葡萄 冲绳人长寿就和它 脱离不了关系 本来水深20m 很美丽的海 还有光 马可托桑引进海水养殖海葡萄 已经25年 是冲绳岛上的最老字号 每年300吨需求 它就供应70吨 产量是第一名 因为内含丰富的矿物质 多糖体和肾食纤维 加上低卡没有胆固醇 因此自古以来 冲绳人的餐桌上就少不了它 每日吃到便秘 深臣婆婆每天都负责筛选海葡萄 社区稀疏留下饱满的果肉 双手灵活也不用眯眯眼 经我们好奇 于是又详细地解释它的生长特性 边讲边做手工 实在看不出深臣婆婆 已经高龄82岁 因此被我们开玩笑 她是边挑就边吃 才这么有活力 因为不能冷冻也不能冷藏 而且采收的时候 一定要用人工 所以海葡萄的成本非常地高 因此记者手上这100公克的量 进口到台湾就要500块 健康美丽确实很昂贵 不过水值好的确 也是造就长寿的条件之一 南城市山里洁净的水 就连狗狗也感应到 立刻冲进水里洗个战斗角也好 青春孝雄一员夫妇 于是带我们继续往水的源头走 原来他们培育的一大片水芹菜 也赖的就是好的水质 议员太太说从妈妈年代 就开始种水芹菜 这种菜长得细 光是一年就可以采收到12次 所以他们家几乎天天都在吃 好手艺的一员太太 不仅将它做成水芹菜面 甚至还将它配上酪梨 包在海苔里当作生菜食用 除了藻类水根植物外 山苦瓜更是冲绳人常吃的蔬菜 加入加蛋或是豆腐 快炒成杂烩苦瓜 依然能够保有大量维生素C 因为内含苦瓜素可以提升免疫力 因此也被认定是长寿食材 和日本本岛饮食文化不同 冲绳少吃烧烤 每餐都吃大量蔬果和鱼肉棗类 粗纤维饮食加上生活步调慢 所以冲绳的特产就是出产人锐 冲绳人平均都可以活到85岁以上 而且每10万人就有34位百岁人锐 英国还只有五位 大于105岁的老人更是出其多 本岛以外的里岛人平均更高达95岁 被官方认定是世界上最常寿的居民 长久下来因此成了世界上的不老先导 饮食习惯让冲绳成了不老先导 当然黑糖也是功不可没 山虎教地形的冲绳土壤平级 作物很难生长 不过一旦长成 它的韧性和营养价值就不可小觑 岛上的白甘蔗就是如此 经过不断熬煮成为风味极佳的黑糖 所以内含丰富的矿物质和维他命 这份精制度最低的粗食 因此被称为是健康黑精 360年来 它几乎是冲绳的观光命脉 目前岛上还有六成的农地种着甘蔗 还定下每年4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甘蔗节 不过您知道吗 甘醇浓郁的汁糖背后 其实有着台湾移民奋斗的故事 白甘蔗汁在锅炉里不断熬煮 越煮越浓稠 滚的冒泡带起阵阵浓郁香气 随风飘散 这可是来自大地最自然的气味 26年间全是原作作用 全是二次混合的 全是二次混合的 冲绳群岛是由珊瑚礁组成 因此作物含有丰富的 维他命群和矿物质 当矿物质被萃取出来后 甘蔗原汁就变成高状的黑糖液 缓缓流下铺满整个盘面 经过阳光曝晒 珍贵的黑糖一块块成型 这是冲绳的观光命脉 还定下每年4月的第四个星期天 是甘蔗节 其实从小时 我常常在家里有很多 沙特鸡尾 冲绳到处都可以看到 手工制作黑糖 历史可以追溯到360年前 当时琉球王朝的使节 从中国学回制糖技术 于是黑糖诞生 甚至成为 进贡中国朝廷的献品之一 还因此创造丰厚的利润 一直到今天 冲绳60%的农地 都还是种植甘蔗 而且台湾人根不肯磨 这个都是由台湾人 从台湾带来的品种开始 然后帮他们在这边种 然后推广的 所以我们台湾人 对琉球的产业贡献非常的大 台湾种植甘蔗 在日本殖民时代达到巅峰 就因为技术好 包括耕田用的牛 还有凤梨 以及甘蔗 农作物都随着农民到冲绳开墾 落地生根 赋予新生命 松永先生已经是移民的第二代 他的父亲60年前就来到这儿 他们本身对这个什么 病虫害的去除 并没有什么知识 大部分都是看天吃饭这样 然后这个回料的应用也不太好 您在这边扎根多久了 我到冲绳已经30年的 我以前高中毕业之后 我也是当革命精人的 我在台湾当三连海津陆战队 56岁的松永充满干净 带我们穿梭在他的果园 尽管老天变脸 他也不无所动 来 您需要吗 不能撑伞 哇 好远远教育 对啊 所以我就讲 一日陆战队要终身陆战队 30年来 一直都在协助当地人种果树 结果现在可以吃到火龙果 出产的芒果到了日本 一颗甚至卖到台币2000块高价 我只是一个老农夫 但是我就觉得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 扮什么 严什么就要像什么 我既然是做个农夫的话 我就尽量将农学把它研究好 然后尽量的尽力而为 我这个希望明年会说成更好 只要没有台风的话 在冲绳的地力 和台湾的农情加成效果下 这份精致度最低的粗食 被冠上健康黑精的代名词 让冲绳从古到精 大转观光彩 黑糖甜了大家的嘴 小岛上的歌声 则让人感动到要掉下眼泪 面积只有台湾的十六分之一 相当于宜兰大小的冲绳 小虽小却是星光熠翼 以首泪光闪闪 征服人心的夏川李美 她就是来自冲绳 祖母还是位台湾人 从八岁就展露歌唱天分 独特抚慰人心的唱腔 因此被封为心灵歌机 歌声还因此传遍整个亚洲 另外一位冲绳歌手 安世奈美惠 她更是引爆日本的时尚风潮 一直到今天 她的后底长靴 迷你短裙都还是 日本流行重要元素 安世奈美惠出道已经超过二十年 曾经一首单曲 就大卖两百三十万张 创下日本史上销售量最高 她还是位流行天寇 一头招牌染法 高跟厚底长靴和迷迷裙 让东京每个女孩 都甘愿成为她的分身 金之五官就来自日益混血的妈妈 和冲绳原住民的爸爸 因此冲绳总是以 出了这位大明星为荣 歌声紧究着人心 充满着让人感动的震撼力 夏川黎美也是冲绳人 是出生石原岛上的原住民 祖母还是位台湾人 她的歌声响彻亚洲各国 被封为心灵歌姬 还被誉为是四十年才出现一次的歌手 红极一时的极道新师女主角 重见游击会 演戏展露头角后 还成为广告天后 小岛在演艺圈大放光芒 因此每年独具特色的电影节 就选在冲绳登场 搞怪艺人走星光 总是吸引大批美光灯聚焦 整个几万个人在场 也可以全部的人笑起来 就是他们的梦想 为期一个星期的冲绳电影节 成功吸引超过四十万的观光人潮 沖縄的舞台 在沖縄中的映画节目 在沖縄中的映画节目 也认为是高枪的 也认为是高枪的 在沖縄中的映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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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抚慰人心的歌姬 再到戏剧天后 搞怪艺人 冲绳星光翼翼 使得小岛成为海上的发光体 冲绳有东方夏威夷之称 它的美丽来自天然资源 出色表现同时 其实冲绳也经历过伤痛 二次大战的时候 冲绳是日本唯一发生地面战的地方 美军轰炸下 15万的冲绳岛民丧生 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死亡 这段血泪 让冲绳人体认到和平的重要 因此战后高唱反战歌曲 最著名的就是周华健所唱的《花行》 二十年前周华健用他柔情又奇怪的嗓音 唱同了花心 不仅唱片大卖四百万张 成了年度销量冠军 还奠定他在华语乐坛 国民歌王的地位 而其实这首歌是改编自日文歌 他的原唱是冲绳的歌手 喜纳苍吉 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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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那昌吉 詮釋下的民謠叫做 花 綻放 大家心中 唱腔 鏗腔有力 因為它其實是手反戰氣氛下 創作出的曲子 每次都是平和的 中國 韓國 台語 所以 花 綻放 大家心中 喜那昌吉不僅是為民謠歌手 還是為著名的反戰人士 1945年二次大戰 美軍從沖繩登陸 使得沖繩鎮成了日本本土唯一的地面戰場 也是一場最慘烈的活動 在戰前沖繩有60萬人 但在戰後只剩下45萬 有15萬憲民喪生 平均四個人就有一人死亡 戰爭帶來的傷痛 讓沖繩人更渴望和平 因此喜那昌吉 從歌手轉戰政壇當起議員 當時的政見就是 用樂器取代武器 從此 他也不比勝利V的手勢 因為有勝利 就代表有受到傷害的一方 二次大戰後的26年間 沖繩不完全屬於美國 卻也不歸日本館 沖繩發行自己的護照 受的是日本教育 但使用美金 行車也靠右 回歸祖國後 改靠左鄰開車的政策 前一晚宣布 隔天立刻就要實施 結果車子撞成一團 所以三車線能夠動 是三車線 可以前一車 但是一車線 那時候 會這樣轉動 就要反對 反彈 所以很害怕 很害怕 沖繩人就自我解嘲 他們是一條馬路上 處著兩個國家 而只要在加索那 擁有一塊地 年收租就可以達到上億元 美軍打造了富豪區塊 創造了基地經濟 協力過的沖繩人 因此到現在都還在適應 和美軍的相處之道